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怀念 过去我们人生当中快乐 还有无忧无丑的日子 但是当我们遇到挫折 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 我们会想如果可以回到 以前那样的日子不小了 该有多好 我们当中当基督徒的 我想有一些人 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好像以前才刚刚信主 甚至还没有信主以前 他跟上帝祷告什么 上帝都有听 等到他信主了 或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好像那种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了 不晓得到底主 是不是现在比较不关心我了 在我们的教会生活经验当中 也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挫折 我们就开始怀念起以前的教会生活 我记得我三十几年前当神学生的时候 我去一个一百多年 三十几年前他就已经一百多年的一个长老教会 然后在那个教会里面遇到一个 那个时候他已经八十几岁的老太太老奶奶 然后他跟我讲什么呢 他跟我说他在七岁的时候 那个福建的有名的步道家 宋尚杰博士来到这个教会 举行步道大会 然后整个教会挤得里里外外挤到街上去 人满满的 然后很多的人悔改信主 他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没回涉物 然后讲完之后 他有一点感慨 好像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们当中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样的感觉 好像以前的自己比较有信心 以前的自己比较对信仰有耐心 有热心 或者是我们有感觉 好像刚结婚的时候 婚姻是甜蜜的 或者以前参加过的教会 是比较有爱心 比较和谐的 不晓得为什么 好像现在怎么样 都不像以前那样美好 是不是像话俗语所说的 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是发生在耶稣被定三天后 主复活的那个早上 这件事情 这里面有两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 我们其中知道一个名字 叫做格六八 格六八不是 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 但是当这两个门徒 他们离开耶路撒冷 走向伊玛武士 离开耶路撒冷 走向伊玛武士 这个动作象征的什么呢 其实是不是象征的 他们已经对过去 有一段时间 他们跟随耶稣 但是因为耶稣被定死 所以他们就只好离开耶路撒冷 所以这样的话 应该是一个令他们觉得 伤心挫折失望的一个经验 而耶路撒冷是让他们觉得 伤心挫折失望的地方 过去的努力 过去三年多以来 跟随耶稣结果到头来是一场空 但是这个两个门徒 并没有办法完全忘怀 过去所发生的事 他们一边走 还是一边谈论 他们可能觉得有很多的困惑 而且听说 听说有妇女说 他们看见耶稣了 就在他们两个人 互相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人也是要走向一马五师 然后就凑上前来跟他们一起讲话 听他们两个在讲什么 然后当听了他们两个在讲什么之后 就问他们说 你们在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圣经有一句话很短 但是这句话很重要 这两个门徒就停下来 本来一群人往前面走嘛 突然停下来 那表示他们两个人 被这个人问的这句话 一定是有很激烈的反应 三位突然就停下来说 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 都知道这件事 你不知道 你外地来的 你是客旅 你不知道这件事 这两个人 这样问了以后 结果这一个人 就开始跟他们解释 从旧约里面所记载 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 以及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们就很热心的 一直听 一直像姨玛武师 一直走 一直走 这个人在跟他们解释的时候 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他们可能有信 但是信得太迟钝了 没有办法把所发生的事 以及过去 他们从耶稣所领受的教导 以及从圣经里面的教导 他们没有办法 把他整合在一起 耶稣接着说 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 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 然后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解释 从摩西众先知的预言开始 凡是经上指责自己所说的话 都给他们做了解释 他们快要走到姨玛武师 这个人好像没有要进村子 好像继续要往前走 结果这两个门徒就留他 跟他们一起吃饭 等到要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们拿起饼 注谢 剥开来 发给门徒吃的时候 他们从这个动作怎么样 突然认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 这个就是耶稣 就因为这个圣餐 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 剥饼 注谢的这个动作 他们认出来 很奇妙是 就在他们认出来的同时 耶稣又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怎么会这样 他们开始回想 刚才所发生的事情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我们听着听着听着 我们的心 本来是已经很冷很冷了 我们以为耶稣已经死了 好像事情已经全部没有了 完了 可是当他跟我们解释 旧约圣经预表的事情 然后我们听着听着 我们的心不是火热起来了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这个经验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上帝的话是大有能力的 每当我们在一起 分享上帝的话的同时 包括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在一起敬拜神 包括我们刚才 听着斯巴恩在赞美神的时候 神的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他就等于是耶稣基督 复活的耶稣基督 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的心是火热的 所以他们领受到 复活的基督 已经向他们显现 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个 一问 所以那这两个人 他们以前一直是跟着耶稣的 所以他们才会被称为门徒 他们一直是跟着耶稣基督的 怎么会刚才走的那么一大段路 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 经文本身有提供一个答案 在26节 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 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 复活的主 他虽然是肉体的复活 但是他复活以后的这个身体 已经跟以前的身体 就是我们一般人的身体 不再完全一样 他已经进入他的荣光 所以复活的主 跟以前不再完全一样 他有像的地方 所以后来他们可以认得出来 但是他们 耶稣可能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圣经中关于 记载复活 耶稣复活的记载 不只是这个门徒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 包括我们所很熟悉的 最早去到坟墓的玛利亚 他本来也没有认识耶稣来 因为耶稣 复活的耶稣 已经跟之前不完全一样 但是当复活的主 跟门徒 这两个门徒一起坐下来吃饭 耶稣拿起饼祝谢 一定是这个动作 让他们想起 这个就是本来 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的动作 在耶稣受难的前一个晚上 在耶稣被抓走的那个晚上 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守逾越节的晚餐 所以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耶稣说 以后里面每逢行这个事 要如此行来纪念我 复活的主也在圣餐当中 向门徒显现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要经常的举行圣餐 因为在圣餐中 我们的经验 有很多人总是在圣餐中 感受到耶稣的灵在 所以当他们眼睛明亮起来 认出耶稣以后 就在那个时候 耶稣突然就不见了 但是他们想起来 我们刚才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火热的 我们的有热情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次在传扬耶稣基督 你在跟不认识耶稣的人传福音 我们一起在查经 我们礼拜天下午 我们一起唱成人主日学的课 不管是新约导论 旧约导论 或是基要真理 或者是关顾学谈 当我们根据信仰 在上这些课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不是也都是火热的 因为在我们在谈论 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 这两个门徒 当他们发现复活的主 已经向他们 在这个旅途当中显现的时候 他们结果接下来是怎么样 虽然突然又耶稣不见了 但是他们的信心 有因此被点燃 所以他们可能连那个饭没有吃完 他们又急忙跑回耶路撒冷去 而我们今天经文没有继续读下去 我们回去如果继续读下去 我们会发现 当他们回去了以后 去找到那十一位门徒 跟他们说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结果就在那个时候 耶稣又在他们的当中 又显现了 又跟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这再一次的印证 每一次当我们在传扬耶稣 我们每一次在谈论有关于耶稣 我们每一次在传扬上帝的话的时候 耶稣就在我们的当中 初代教会对复活的耶稣的体验 就是复活的主 他的身体不再是普通的身体 耶稣的显现跟灵在 也不再像是耶稣还没有被定 还没有复活以前的那样的身体 所以被定受死 复活荣耀的主 他要出现 他就出现 他突然不见 就不见 但是初代信徒的体验 是当他们一起谈论耶稣 分享信仰 守圣餐 向其他人做见证的时候 这位荣耀复活的主 就在他们的当中 因为主已经复活 初代教会的信徒 不是单单还在那里怀念 那一位被定的日子的耶稣 他们不再过着没有信心的日子 因为复活的主 已经向他们显现 而且更是当他们每一次谈论 每一次见证 每一次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的心就火热起来 也因为这样 所以初代的教会 后来这个教会就越来越坚固的建立了起来 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跟随了耶稣三年的时间 后来他们的老师被定死 埋葬了 可能那个时候 他们的信心是降到了最谷底 三天后 耶稣的复活 不是一次向所有人的显现 而是向这个人 说向那几个人显现 但是当他们每一次聚集 他们分享 他们领受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 他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加强 一直到四十天后 圣灵降临之后 他们就很确定的耶稣已经复活 而且是以圣灵的形式 在他们的当中 然后后来的教会就越来越领受了 另外一句话 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对吧 我们都听过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耶稣 复活的耶稣 现在不经常以可见的形式显现 但是每一当 每当教会以具体的形式聚集 并且我们能够正确的传扬上帝的话 并且我们赞美耶稣传扬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作为耶稣的身体 向世人显现在这个世界上 当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能够渐渐的明白 为什么复活的基督 他的显现 不总是我们常常看得见 不总是我们常常感受得到 但是有很多时候 他会向我们显现 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 继续念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也相信他在我们的当中 三天前在礼拜五的 受难日的礼拜 我们也知道他在我们的当中 当师班连续的几个月 很认真的练 我们要纪念耶稣复活的诗歌的时候 我相信过去我自己当教会师班的班员 我指的是三十几年前学生的时代 我们每一次练习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是火热 因为我们知道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仍然怀念 过去的某一个时间 我们自己过去的某一个光景 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很好 但是我想今天复活节的信息 要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当我们一起赞美主 当我们一起聚会 当我们一起聚集同心祷告的时候 耶稣允许我们什么 他就在我们的当中 他就在我们的当中 这个经验不只是发生在第一次的复活节 也就是复活日的那一天的清晨 在后来的四十天 在圣灵降临节 耶稣也向许多的人一次的显现 因为耶稣应许在马太福音说 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集在那里 我就在他们的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一定都只是怀念过去的时光 我们也不一定只是怀念过去 我们好像有某一个时间 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应许 现在感觉不晓得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们只要认真的 我们一起读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敬拜 我们一起传扬福音 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 愿神都是我们平安 愿主耶稣复活的主 向我们显现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满心感谢你 因为你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 你的复活对我们所具有的重大的意义 主这是何等的宝贵 因为你不只是在两千多年前复活 你每一天都复活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也恳求你 让我们借着读经祷告 让我们借着更多的聚集 赞美你 颂养你的名 我们知道 主你与我们同在 赐给我们平安 因为你是那位复活的主 将来我们也必要复活 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美你